新型诈骗层出不穷 台中无缝分局就利用AI人工智慧技术 制作小莉和小猫的网路诈骗冒险历程 生动活泼的影像吸引小朋友专注影片内容 让反诈骗观念从小杂根 成为警方向儿童以及青少年宣导的新利器 小莉是一位可爱的小女孩 她总是面带微笑 她的笑容能照亮整个社区 长相清纯可爱的小女孩 抱着一只白色小猫 不说还以为是哪部新上映的动画电影呢 这可是物丰分局利用AI人工智慧 制作的反诈骗动画绘本 小莉和小猫的网路诈骗冒险历程 我们是想说要不要让这个宣导比较多样化 那我本人对这个动画生成 跟AI影片剪辑比较有兴趣 那希望可以用多元化的一个宣导 那做一个动画绘本 让那个小朋友可以比较轻易的接受 然后接受度也比较高这样子 小朋友应该会想看喜欢看 对他们成长会有一些的影响这样 所以就可以就是可以试试看 就是看这种方式宣导 突然网路图像开始变成机器人的可怕形象 小莉立刻明白 她正在与一个机器人对话 这是诈骗 什么 心心念念的男孩竟是一个机器人 乌风分局制作反诈宣导影片 根据统计 111年上半年有53起网路诈骗案例 今年同期则下降到38件 虽然一般诈骗案有下降的趋势 但网路侦察员巡逻时却发现 近来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网路私密罩外流现象 甚至有未成年少女因此受害 便想到利用AI制程 让小朋友及青少年更容易理解 我们现在侦察队在侦办案件 这类的情形还蛮多见的 那就是在裸了以后被撤入 甚至有被恐吓付钱 那甚至说小朋友因为这样子 那他的影片被散布出去 那造成小朋友以后的 对人群交往的一个阴影 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个影片 那让这个小朋友可以不要轻易的 去把自己的隐私 个人的一些基本资料传出去 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这样子 AI动画绘本能吸引小朋友目光 赚注影片内容 让反诈骗观念从小扎根 更成为警方宣导的性力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